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 我其实是个外国人 你知道我们外国人有社保卡吗 有 贼开心 那它上面写的是我们的英文名 肯定是因为有太多的外国人 给自己骑的中文名过于 有个性 我见过叫石库门的 叫马卡拔卡的 还有姓帅的 叫帅老外 但是外国人最喜欢骑的中文名 还是带笼子的中文名 真的 我什么笼都见过 黑龙 白龙 石天龙 跟他爸石飞龙 那个叫马卡拔卡的朋友 才来一个月改名叫马卡龙 上次还有一个老外 他让我帮他起一个中文名 他就俩要求 第一 带笼子 第二 有中国特色 我闪了想 中国特色 那就寄出铜笼 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还行 我叫星月 因为我想做一只来自星星 大概就是快乐的女孩子 但是现在我又想一想 我觉得 这个名字的寓意不够深 不够高级 所以我要改名 不叫星月 叫星龙 然后我要姓生意 然后祝大家生意 星龙 谢谢大家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现在坐在那里能看到其他多国秀演员的表演 我很激动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没有字幕的话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对于像我这样的心灵来讲 一开始的自我介绍是最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一些简单的笑话 如果说的很有意思 就能给人家留下幽默的印象 总的来说 需要根据自己想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 来好好考虑自我介绍的内容 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今年二月来到上海后 已经好好被隔离的 安全的日本人 请多多关照 因为对我来说 给人家安全的印象 比幽默的印象更重要 首先 我最近心碎了 像我这样的日本人来讲 中文的发音是挺难的 一个词一个词 我是通过查电子词典或者手机来确认 每一个词字的发音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好好练习后才上台讲的 但是我讲完了后 有些中国人对我说 你的中文很像手机里的西瑞 看来我太依赖数码产品了 请大家不要问我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我以前回日本的时候 是很久很久以前回日本的时候 我找朋友一起去吃饭了 那个时候我朋友问我 你已经会说中文了吗 我跟他说 嗯 简单的中文的话 我都听得懂啊 但是我朋友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因为我朋友以前也考过我 坐在旁边的中国的旅客 他们在聊什么 你听得懂吗 那个时候我答不上来了 所以我想拜托大家去民国旅游的时候 请尽量别用广东话 其实跟中国人一起去过KTV的外国人 都会以为自己听不懂的中文都属于广东话 没想到今天来自广东 他脱过去演员也太多了 我朋友最近开始学中文了 快要学一个月了 他特意拿出来了中文的课本 然后就开始考考我的中文水平 但毕竟是初级的课本 内容都很简单 小林 马上给你是什么意思 我回忆了一下 人家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过了多久把东西给我 就说 大概五分钟以内 或者明天给你的意思 还有我考试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了我朋友的中文 他的中文的发音 果然还是有很重的日本口音 有可能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我想问一下 大家见过日本口音很重的人吗 看起来好多人见过 大家给我一点点面子行不行 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盼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师的发音 我们 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盼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师的发音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是发成细 扎发成加 所以如果有难过的事情 说我扎心了 也会变成我扎心了 人家跟我说太好了吧 因为在日本学的话 这个口音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想说标准的普通话 所以我来了上海留学 有可能我去北京留学的话 我的发音会变好一点 你在哪里学了中文 我吗 北交 真的 真的真的好帅 外国人用中文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 自己说的中文有没有被人误解 但是这种语法上面的问题 外国人跟外国人用中文交流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双方都不太会讲中文 用不着那么考虑说话的方式 我留学的时候 同一般的外国同学问我 小林 你家有猫咪吗 我说 嗯 我养过猫咪啊 然后他说 养过 所以 已经死掉了 虽然讲的不太合适 但是我也能理解 对方这么说 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也不会在意 我留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活动 和一个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 有过一方交流 我想确定一下 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的口音 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让他用中文 我故意用中文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 在北交留学的话 我们的发音会变好一点 他说 嗯 我觉得 是 嗯 我觉得我的发音也算是不错 我跟他说了 对不起 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谢谢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长得很像 韩国人的日本人 请多多关照 果然先需要说明我是日本人 因为如果不说的话 很多人以为我是韩国人 我来到中国 已经过了三年了 但是被人说过 你是日本人吗 的次数只有五次 次次是在上海 一次是在日本 所以我每次在段子的开始打招呼的时候 每次说我是日本人 但是从来每人跟我说 不是啊 你不像韩国人啊 到时有人听我说完之后 才会说 嗯 我确实有一点日本人的意思 我差点跟他说谢谢 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 没有学中文 直接来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后 先学了三个句子 你好 早上好 我爱你 到现在我的汉语水平 简单的交流的话已经没有问题了 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很遗憾的是 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爱你这个字字 我觉得学习汉语的最好方式 还是在中国生活 但是这种不干课本的学习方法 容易产生误解 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以为 美女说一个是服务员的意思 还有还有那个时候 我走路很慢 特别是我去了便利店以后 不能好好走路了 因为我买好东西后 每次服务员跟我说了 慢走 听不懂周门的话 我觉得在办公室里 听到同事们的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怕 每天见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 对方是不是在骂我 刚才他们是不是说 我的口音有点重 刚才是不是说 日本人微信回复消息 总是很忙 但是我最近 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算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如果是在骂我的话 我还是能知道的 听到这一句话 就我认定是在说我坏话了 那个 小人 没问题 他听不懂 这都是表演嘛 最近我公司的日本人之间 很流行一种中国的美式 就是麻辣香菇 那个时候每天下班后 我的日本同事就立马邀请我一起去吃麻辣香菇 因为我们公司会说中文的日本人 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同事只会说这个和谢谢 所以点赞就不太方便 有时候就会很辣吃不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 他们竟然用过我爱你这个句子 现在的我会说一点中文 所以轻易就能点赞 这个 还有右边的 那个红色的 是的 喂马喂辣 谢谢 有可能他们会说喂马喂辣 就不需要我了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吃麻辣香菇 上了营 所以每天下班或者晚上六点就开始吃饭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听到了服务员的聊天 那个日本人每天这么早时间已经下班了 他们是不工作的日本人 不工作的日本人 我犹豫了一下 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 安妞哈西哟 谢谢大家 我上周刚过完我33岁的生日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太好了 其实没过 因为我们在录上一个节目 这几个月累的 两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台上 我说留给我大气晚成的例子不多了 我最近觉得留给我的日子都不多了 我已经不想大气晚成了 我现在只想喘口大气 而且经常有朋友问 你说你为什么选择做脱舞秀啊 那是我的选择嘛 那是我没有选择 我也想唱跳 我也想成团 但你想想看 我建国礼担成个团 我们敢成你们敢看吧 你想 我们三个加起来 一百来岁 五百来斤 一通唱跳之后 站在台上喘的 喘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后发现一个人不喘了 有比不喘更可怕的 就是真的 到我这个年龄 我爸妈也开始催生了 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 去年被划成了学区房 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 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 我小的时候不这样 没学区房呢 跟天天瞎玩 在东北冬天 什么堆雪人 狗拉爬利 之前还有上海朋友问 我说那狗拉爬利 你们那都是真狗吗 我说不是 是我们小孩轮流当狗 现在小孩啥都学 什么骑马 滑冰 还有小孩学钓鱼 我说钓鱼 退休之后的技能 现在就要学吗 而且各地学的东西不一样 我有我广东朋友 家里小孩学烹饪 那么点小孩 说吃饭都费劲呢 你让他做饭 我看他小孩还没锅大呢 我都怕他掉锅里 把自己做了 我都不忍要问 我说这就是你们广东的 包仔饭吗 我看过那个小孩 做出那个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甲方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黑 小孩还挺懂事 拿去给他妈吃 他妈看了眼说 妈妈不饿 给爸爸吃 多给爸爸 爸爸说爸爸不饿 给爷爷吃 爷爷也不饿 真的是一人做饭 全家不饿 其实做饭没那么费劲 对吧 只需要一套 做饭不难的三好厨店就行 滑地厨店 三好厨店 好用 好看 好清洁 很多人说你说这些 小的时候学的这些 长大都是技能啊 真不一定 你们听我唱歌吗 但你们能想到 我小的时候 学过五年钢琴吗 我五音不全 我妈还让我练钢琴 她说没事 琴能补捉 她都不怎么 我会帮你摸的 我弹的琴 五音缺四音 只剩一音 噪音 我们楼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学小气琴的 用现在的话说的 那是卧龙凤厨 但那个时候 我俩觉得 那就是高山流水啊 那是余波牙 遇上了中子期啊 我俩就每天给全楼儿展示 木头到底还能发出 什么样的声音 我没有准备好生孩子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看别人买游艇 买画出去旅游 我不羡慕 我自己生活得很满足 但我一旦有了孩子 我很害怕 孩子回家跟我说 爸爸爸爸 为什么隔壁大尾 他能上枸杞学校 我上不了 我没法跟他说 因为爸爸穷 但爸爸很快乐 我只能一个月 两万块钱 拼命把他送到枸杞学校 等到放学 花了这么多钱 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呀 然后他给我唱了首 雇佣者 我看着他心里 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 这是我的孩子吗 但一想 唱得这么难听 还能是谁的孩子呢 我只想跟他说 你快闭嘴吧 这歌声让你奶奶听见 我还得给你买钢琴 现在小孩梦想 太花了对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他 我侄子六岁 爱看说唱 天天在家唱老旧 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去学校里面问 老师说 长大想做什么 想当rapper 老师居然还支持 你们真的是 时代好了 变了 放以前 老师只会说 你们不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我小的时候 梦想其实比这还宏大 我想当英雄 我看三国 我觉得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 刘备一样的人物 后人会拿那个史书 刘备率军 二十一万攻打 襄阳 我爷爷刘备 大英雄 长大以后发现 我就是 于云重重重的一个 无名之辈 后人只会拿那个史书 说快看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 攻打襄阳 人家说 你爷爷是刘备吗 说不是 说那二十余万里面 有你爷爷吗 说也没有 必着我今晚下看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 攻打襄阳 十万百姓 流离失所 别看我说这么多 假如有一天 我有了孩子 可能也会送他 学这学那 我们总说 别让孩子失踪起跑线 哪什么固定起跑线 哪人多 哪就是起跑线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 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 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 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 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 指着其中的一栏 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 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儿 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 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 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 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 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 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 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 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 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维格 我说妈妈 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 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 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 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 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 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 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 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 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 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 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 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这个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你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 谢谢大家 就这女的瘦这事是谁说的 就是说是不是 因为杂志上一直在说 女孩一定要瘦 首先办杂志跟设计女装的那帮男的就不喜欢女的 你明白吗 你们就没明白这个点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发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期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在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 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像玉环石啊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好像女生 现在特别容易有这种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她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年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 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只有小马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马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 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就特别勒 但至少她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爷也是小马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跟我们讲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穿不进去 二姐穿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马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衬她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榨才 另外一条是创造营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比谁腰戏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扔硬币吗 有用 是不是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对不对 轻轻的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你们都会说 认这个 这个大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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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这个形象就得讲王子 就反差大嘛 就是秀秀气气的讲这种玩意 我们现在临时两个人 像女来得及吗 咱俩一起吧 咱俩一起吧 咱们一起进击一拜 就是多好啊 对对对对 来喜欢演艺演艺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们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穿毛苔直接这么说的 我怎么算是头一回见 然后国外那种错口秀 有俩女孩一块弹琴唱歌的那种 我见过 但是我今天稍微有一丝失望 他们中间没有顿点的 突然间来个神经病的地方 对对 然后就能破一下 那样会让我觉得哗 我的嗓子哗 怎么还是这样 然后那个 他们上一期有 是吧 上一期有 对 你今天没来得及 对今天有点就是过于这个感觉 就是 就是缺那个 对让我觉得 然后就特别好玩这种 我就是盼着那一点 然后但是没有出现 这是唯一的缺陷 但是两个人说话这些 你一句我一句的 我让我觉得 女孩有事还是一个人好 要不太吵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特别可爱 开心 他们刚刚说那个沙拉的事 张梦老师是真的吗 是 就是那个一开始 因为我们是刚一开始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呢 沙沙子他就是 我们有一次聚会 就拿了一秤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惊讶了 但是等到后面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练舞练得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不用减肥了 其实我们都瘦了 我觉得今天他们讨论这个话题 特别靠谱 对 干嘛飞着女孩都要瘦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的 最喜欢这样蓬松的少女 然后 对 特别好 不是 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那个自己脸稍微大一点点 那是姐姐是吗 妹妹 她叫演乐 你知道月 就是因为你 其实你不是脸蛋 是不是可能就更白一些 就跟我一样 就一白就显得面积大 你知道吧 就今年听到最温暖的话 不是 这哪 这哪温暖 张萌老师的脸和颜月的脸 差一点还是很明显 我来温暖一下你吧 还行 我觉得那个 你们这个段子啊 就承认这个价值观 我非常喜欢 是的 我觉得女孩不要被标准化第一 你这个上就没有什么标准化的好 美跟丑 对 就你既喜欢自己就可以了 对 就你不用她们喜欢你 她们谁呀 对吧 但我觉得你俩就是 还是比较瘦 就你们再碰个二十斤 你讲一个动作吗 我觉得你们像我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女孩 都有自己的 被闪亮的地方 可以和 让自己觉得自己开心的方式 就这女的瘦的 像是谁说的 就是说是不是 因为杂志上一直在说 女孩一定要瘦 首先办杂志跟设计女装的 那帮男的就不喜欢女的 你明白吗 就是 你们就没明白这个点 我跟你说 最开始说 那帮人说你们要瘦才好看 说这话 那男的他就不太喜欢女的 旁边喜欢女的那男的 那男的肯定说 嗯 你是老板你说的算 因为男孩没有说 一定要瘦才叫最好看 哎呦就被 我觉得女孩子呢 不要老想着减肥 那可不吧 是不是 这光减肥就不健康 光吃沙拉怎么能行呢 太对了 喝一点 咱喝 黏养养奶 健康 不长胖 然后那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您太怎么着 就是管用 哎就是管用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也是 已经很到位了 特别靠谱 好 两位稍试休息 来 来 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 而且自己一直想表达 因为确实是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新生 对能感受现场的女孩子对于这个主题 非常有认同啊 我能看到一个观众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颜言越比去年成熟了一些 不像原来那样就真的是必须得一板一眼 不能有一个错节 就他们现在台上会放松自然一点 刚刚呢老老是说 这个节目以后这个地方会弄一个台子掉下去 可能是没有看到我 如果你看到我这样子的一旦倒下 一个带助商都不够赔的 那老老是说的节目呢 是星期五晚上八点 星期五晚上八点 你能不能再早一点 八点我就睡觉了 我们有录像回放 但是你们看到我这样子 你们可能想不到 我也有媳妇了 对 因为我会做祝国连组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 颤唯唯的从那边走过来的一个凶手 对 我最近也在问我最近 我是不是很老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是 也是有好处的 刚刚那个胖胖介绍一个节目 叫《乘风破浪》 可以有头发 我不怕 但是那些朋友们都不说我老 都说我很慈祥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和其他的人确实是不太一样 那些演员们 他们讲头口秀 讲头口秀那是发挥热情 我讲头口秀 那是发挥雨热 如果他们一旦有一场讲报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实力担当啊 我有一场讲报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灰光返照啊 我的普通话不好 我不说 你们可能没听出来 那头口秀演员呢 一定要把这个内容 非常清楚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对吧 我也这样啊 我把我的内容 清楚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面 又推出来了 观众不牵手 那所以 您买买五拍 你现在是不是突然想起来 但龙刚刚讲这段的挺好笑是吗 那我呢 是一个汽车工作室 可能 你这是 trosball 我 你 终り 。。。 是 了 我没见过是我介绍成这样 哈 engineer 前段是疫情原因嘛 那公司打车非常严重 孩子呢也不去学校去上课了 然后也不去上课了 出去在家里上课 在上课之后呢 因为我老婆呢 看到的孩子的同学 他们发的好多照片啊 在家里的活动是丰富多彩 哇 就特别的高兴啊 就是跟我去上历 哎 老田 我也相做全职 老婆相做全职 教育孩子这好事啊 我跟你说 我非常支持 前段时间发工资了 老婆一看 老田 你这边的工作是分期付款吗 现在发的是不是首付啊 所以呢 就再也不提 这个全职这件事情了 然后呢 因为 这么快时间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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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Engine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然后前段时间看到 看到我工资之后 她再也不去全职了 后来我也跟我老婆说 我是想全职的话 是教育一些孩子 因为毕竟是孩子 还是比较重要的嘛 然后后来 我老婆呢就跟我说 她说要不 老田 你全职吧 哈哈哈哈 毕竟我是 Car Engineer 哈哈哈哈 好 谢谢到了 谢谢大家 我是老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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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老田 谢谢 哈哈哈哈 对 大家刚刚听完 黄胜仪老师的 那个脱口秀 对她的感受 我对她的感受 就是黄胜仪老师 很漂亮 对 没有想到 黄胜仪老师 刚刚表演结束之后 然后马上就上来了 一个铁憨憨 当然了 我这个铁憨憨 不是黄胜仪老师 那个铁憨憨啊 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 我呢 八道钟才的八字 我知道怎么起 哈哈哈哈 谢谢各位啊 现在呢 还是脱口秀 不要看到我 以为是养生堂 还以为专方频道呢 对不对 那我呢 是跟其他那些演员 确实不太一样的 真是不一样 因为其他那些演员 都是后浪 当然了 也不少钱了 一转眼 一看到我 一块礁石 老田 今天有点难啊 没有 没把观众带进去 听不见笑声 真的很慌 那我呢 已经结婚了 我不说 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 我们现在的复习关系呢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就是动静结合 动静的时候呢 就是我跟我 我跟我老婆 争吵 争吵 到底泡沟旗 是用温水 还是热水 我老婆就认为呢 温水泡沟旗 更健康 我就认为 热水泡沟旗 更健康 最后呢 我们争执了很久 最后我们一直决定 蓝沟旗 蓝河绵羊奶 更健康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这么安静啊 你们没听懂是吗 我再读一遍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富含中短 中短链脂防酸 天然小分子 A2同类蛋白 亦消化吸收 我觉得是太拼了 老天 我怎么办呢 我们夫妻去经常吵架 吵架特别的多 然后同时迫于生活的压力 我就怀揣着梦想 从杭州 来到了上海 那个时候 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和对夫妻 分居的渴望 终于到了周五之后 我就买了张票 回到杭州 然后星期五 回到杭州 星期六早上起来 我们又开始吵架了 到了星期天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我就 带着一个失败者的遗憾 怀揣着梦想 回到上海 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差不多就是 相当于就星期五 我回去去参加一场辩论赛 辩论赛 没听懂啊 Debate Contest 老天的技巧 老天的技巧非常的明显 考上一个 讲英文 考音 考音 发 前段时间 我和我老婆 在去登地铁的时候 登地铁的时候 我们有点争执 有点争执呢 变成一个大哥 看着我们 想看着看我老婆 然后又看着看我 就对我老婆说 你怎么用这个口气 给你爸说话呢 我老婆倒是也懵了 因为我们吵架多年 从来没有外援 今天遇到外援了 然后我老婆就嘟囔着说 我们同龄人 然后我也附和说 我说是的 对的 同龄人 同龄人 那个大哥说 你看 你都把你爸气糊涂了 不行 比上一期 他状态差很远 其实我觉得 这么多年来 我跟我老婆 吵吵吵吵的 也过了好多年了 其实我觉得 夫妻之间的吵架呀 就像生活中的感冒 很难避免 但是你偶尔感冒一次呢 还能产生抗体 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 结婚半年 吵完 仍是少年 最后呢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枸杞用热水泡更健康 好 谢谢大家 我老天